刚才拉黑了一个在视频下方留言的观众 因为我分享了一段在微信群里的一个视频 是国内的一个场景 然后这位观众留言说 应该是说我吧 说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最底层 所以心里有点扭曲 因此呢就什么仇视祖国什么 这个完全没有啊 我觉得这样的用自己的主观的心态 去揣测别人心里的人 我觉得他的认知还是有问题对吧 所以就直接拉黑了 拉黑之后他所有的留言呢 在频道里就都不展示了 不过他再留言的话 他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留言 只不过别人的任何的其他人都看不到他的留言了 这是美国这边频道的一个特点啊 所以这个功能还不错的 今天说一下这几天 有好多朋友他们也在分享一些 美国这边人们领取免费食品的视频呀 图片呢 大多数是针对华人朋友的 说这样都把华人的脸丢尽了 就是很多人都持批判的态度 我并不这样认为 我觉得在美国这边他们有人做慈善 有人去送食物 那么就可以去领啊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既可以是获得这些慈善食物的人 也可以是捐赠者对吧 当我们经济条件好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捐赠啊 觉得这是一种良性的一种状态吧 所以呢 我现在反而是 基本上如果我预见有发放免费食品的 那我就正常的去领啊 我不会迟疑啊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不好意思的 而且我会用镜头去记录这个过程 其实这里边有好多值得咀嚼的这个东西 就比方说传统的这样的认为 叫饿死不吃 接来之食是吧 好像有这种说法吧 但是就我来说 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 这种做法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快饿死了 有人说过来吃了 然后我就过来吃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呀 人生存是最重要的 人家为什么凭什么 把别人的食物白白的给你 还给你好脸色呢 对吧 你都要饿死了 人家就是态度蛮横一点 说过来吃了 这样的 对吧 我觉得应该对人表示感谢 如果是我我说谢谢谢谢 我就过来吃 我觉得这没什么呀 对吧 这有什么呀 就是一定按照那种所谓的什么 什么有有什么是饿死不吃 接来之食吧 还有什么渴死是怎么说的了 说渴死也不喝什么什么倒泉之水是怎么着 这个具体就忘了啊 所以有些迂腐的东西 比方说留辫子裹脚这种的还要保留吗 所以我和闹谱们有些人是怎么想的 对吧 我看有的朋友在微信群里留言啊 说这些在美国领食品的华人啊 说他们不入乡随俗也就罢了 还把什么不好的习气带到了国外 当然这里边有的人 他们领好多份或者反复的领 这个肯定是不妥 这个我也比较反对这一点 但是我是绝对不赞同说 在美国这边领免费的食物就给华人丢脸 我完全不赞同这一点 我觉得人饿了就要吃 渴了就要喝 对吧 这个没什么 这都是人的最基本的一个需求 你没有钱了饿肚子了 对吧 或者说你经济有点紧张 去领点别人发的免费的食品 这有什么值得受谴责的呢 况且美国这边做慈善 它也是可以低税或者扣税的 就比如说我做慈善 那么我如果能够证明 我一年花一万美元做慈善 那么我这一万块钱也是可以抵税的吧 就是说我可以 是不是可以理解我可以免交 一万五元的税啊 是这意思吧 我对税法不太懂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 对此要轮起 道德的大棒啊 就是说对人们华人都谴责 对吧 我觉得这个都都可以 这个没什么 不过客观上领食物的华人的确是比较多 因为这两天我看旧金山这边有老爷车的聚会 然后看着参加聚会的基本上没有华人 参加聚会的华人极少极少极少 而领食品的呢华人又特别特别多 这一点是让我觉得挺值得思考 包括美国这边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买口罩的大多数 绝大多数也都是华人 包括满眼镜的 我记得当时我去满眼镜的时候 有一对华人的年轻的夫妇啊 或者是对象 他们就过了差不多要跟我抢了这样的 后来我就觉得心里挺挺难受啊 挺我不喜欢这样 我就这个都让给他们啊 你拿吧这样我就离开那了啊 但是也尽量理解吧 那时候 在美国人们大量的买口罩买眼镜 基本上都是往中国优对吧 我刚才所说的 我在买那个防护镜的时候 有一对华人的中国的这个 小两口或者对象啊 他们到我那去抢 我也让给他 我也知道他也是往中国优啊 这样的 也行吧 或者我当时也是在美国买了不少 口罩什么的优给国内 也基本上也是花了好多钱吧 哎现在是真到秋天了 看这个树叶都有点枯黄了 但是气氛还可以啊 气氛还不是特别的凉 所以对于在这边领食物 真的不要有太多的这种谴责的这种行为啊 就按我来说 就比方说 我也是领了几次免费食品了 但是我本身就是一个捐赠人呀 我的加州身份证上面就写着一个doner啊 我就是这边的器官的捐献者 一旦我遇到意外了 我的器官都无偿的会捐给需要的人啊 对吧 所以说从终极意义上讲 我本身就是个捐赠者 而且我以前也在我经济条件好的时候 也捐赠钱 现金 然后捐赠新买的床 新买的鞦韆给这个儿童 然后捐赠新买的这些音响设备 给一些慈善组织 对吧 我觉得这个都很正常 这个真的不要大惊小怪 或者说心理不平衡 咬牙切齿啊 我看那个微信群里的视频 有一个一分多钟的 是个华人 说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啊 说这些人啊 这个领食品 把华人的脸都丢尽了 其实这个完全谈不上 完全谈不上 华人在美国 华人在国外 属于比较优秀的群体 虽然他们自身 有一些制约 但是 基本上华人在海外 干那种什么杀人越货的事情 基本上很少 对吧 也没有什么 暴力倾向 对吧 然后也默默的给 当地创造很多价值 对吧 无论是风险体力脑力 还是 其他方式 对吧 其实 我觉得华人这个 力量都是不可小觑的 不可轻视 对吧 所以我 所以我还是建议 华人朋友们 不要互相的 盯得那么紧 对吧 你说人家华人 在这边领点吃的 然后就有人不平衡 然后就 给予各种的道德谴责 我觉得 大可不必 上升到那个高度 以前我在美国这边 超市里边录的视频 也提到了 超市里边的那些食品 真的是太多了 美国这边的 物产非常丰富 根本就吃不了 你说这些东西 如果他再不给 这些穷人发点 那么他往哪扔呢 美国这边 你扔垃圾 你也要成本 对吧 你说这些大批的东西 坏掉了 你往哪扔 你往海里扔 也不允许 对吧 你就只能给这些穷人 况且美国这个路边 也时不时的 就能见到垃圾箱上 或者一些地方 就放着那些食品 我就曾经捡过 就是星巴克 他们扔的那种成盒的 那种就是 叫鸡肉块什么的 成盒的 就是 而且上面 那个日期还没过期 对吧 然后我当时就是 捡到了两盒 捡到了两盒 我吃 完了 好像挑着吃 然后后来又扔掉了 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呀 真的不要有 太多的这样的 对吧 一定要说 给咱们华人朋友 太多的这个压力 我觉得这个没必要 对吧 另外呢 就我来说 我觉得 每个人其实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吧 就是 用 老美的话说 就是 mind your own business 管你自己的这个事 真的都很忙 大家在这边 有的在学英语 有的在赚钱 有的在学一些资格证书 对吧 就没有必要互相这样盯着 对吧 就像我在视频开始时候所说的 有一个观众朋友对我做出评价啊 说你就是 在美国底层 待的太久了 其实我来美国也刚三年嘛 也不算太久 对吧 在美国 是最底层 这个我承认 但是我觉得 这也是我的人生所必须的 对吧 因为以前我有在美国这边留学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海外留学的这个经历 但是我缺少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啊 所以这样的话 我在这边生活工作三年 那么就把这个经历给补齐了 而且我到美国的时候 一开始我也选择的到律所那边去打工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想体验的就都已经体验了 那么有了在国外的留学的经历 工作的经历和生活的经历 我觉得这个人生更加完整了 我觉得这就很好 对吧 他并不在于说 你这个底层 当然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指标 但你要知道有些人 他并不是绝对的去追求经济 对吧 就是他这个衡量指标 并不是绝对的以经济作为这个追求 至少我对我来说 我对经济方面的追求并不是特别强烈啊 对我来说能够吃饱 对吧 能够有一个地方安睡啊 我觉得就可以 然后能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比方说在美国这边自己去做一些视频呀 写一些文字啊 或者拍一些照片跟朋友们分享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吧 我觉得只要是你真正做自己想做的事 那么就是一种自己所认可的这个成功吧 对吧 所以我真的不觉得这个底层 最底层 中产 还有所谓的上层之间 他们这个界限有多明显 我也不介意这种界限 因为在美国这边 从一个中产 落到一个社会的底层 也很容易你失业了 你还不起 房子的贷款 银行把房子给收回去了 那么你就变成homeless man 对吧 你就无价可归了 就变成底层了 这个也很常见 也很稀从平常 对吧 也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些话其实说出来 好像会有一些朋友 不认可啊 但是不认可就不认可吧 也都 只能这样吧 我们就 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吧 然后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 在这边的生活 对吧 刚才路上看到 两毛五还是一毛 就不捡了 对吧 因为现在 我记得有一次 我骑自行车 然后有一块钱 我也没捡 懒得捡了 因为觉得 有的时候 虽然自己没有钱 但是 在 面对一些东西的时候呢 也是有自己的这个判断吧 对吧 好吧 大体上 就这一段就 说这么多吧 因为 从这段时间开始呢 我在频道 上传的视频呢 都尽量的 让它的像素高一点 所以这个视频 就比较大一点 就不能录太长了 如果太长的话 这个视频上传的时候 确保它的像素比较高 那占的空间太大了 对吧 所以以后呢 视频的长度 最长可能 我想啊 就不能超过 25分钟吧 我觉得是这样啊 就不想把视频 整得太长 现在每天还是 特别忙 然后去取点款 每天就是 没有办法通过微信 回复好多朋友 然后 好多事情都排满了 就是时间是最宝贵的吧 在这取点款 稍等啊 它这个 大圆圈 这个是查卡的 然后 小的 这个是扫描卡的吗 这个我没用过 小的我没用过 这个 大的每次都往里查卡 把卡铲一去 然后它再吐出来 它取回 取回之后 密码 密码 提款 暂时发使用 嗯 取消 怎么够 啊 不 等等 excuse me excuse me 起了就可以了 走了 就是属于一个匆匆忙忙的一个状态 接着走 有点出汗啊 这样的骑自行车 每天这样锻炼身体 也还行 对吧 今天学到一个理论 说是有的人他胖 他好像是因为睡觉少 睡觉少的话 他的体内就缺少一种物质 这种物质呢 缺少的话就会造成 他的脂肪无法分解 就只能在身体内蓄积 说是睡觉 每天最好是睡 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 所以特朗普说 他每天睡四个小时 他就违反了 这个自然规律吧 然后另外 还学到一个知识 因为以前 李小龙不是他把他的汗线 摘除了吗 李小龙是比较爱出汗的人 他感觉他一出汗的话 就会让他的形象 好像对吧 大汗淋漓的就不好啊 所以他就通过手术 把汗线摘除了 但是汗线如果摘除的话 就让他的身体排毒功能 出问题对吧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可能导致 他猝死的一个原因吧 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 人体的汗线 好像是分两种 一种汗线是在 毛囊那个位置 就是负责从 比如说头发 负责顺着头发根 往外渗汗水 另外一种汗线 是在 非毛囊位置 就是 从毛发 或者人的汗毛 以外的这个位置 出汗珠 所以汗线的功能 还是很重要的 这边这个 小狗 小狗要互相要咬啊 这个大狗还挺可爱 有的大狗很大 但是很可爱啊 并不是太吓人 有的大狗 他性格还很温顺 这个不是警察 这是什么服装 不知道 像军队的衣服 他是 超市的保安员吧 有点热了 我也是比较爱出汗的人 比如说冷的时候 很快就冷下来了 热的时候很快就出汗了 也许这是好事吧 证明 体温调节能力还可以 对吧 冷的时候迅速的就冷下来了 这几个人 床红灯吗 有点床红灯 可以走了 现在市场街这边还是 很冷清 电车还没有开始运营 现在天也短了 今天是2020年的10月19号 好像是 对 10月19号 这边的自行车路是跑到中间了 10英里每小时 10 miles per hour MPH Zone区域 这边 这个Zone这个单词都被盖住了 旧金山这边的气候 还挺适合人类居住的 它还比较温和 比较凉爽 好像有点潮湿 在这边生活的人 好多关节都有问题 关节炎 对吧 因为它离海比较近 水气比较大 有的时候 晚上最明显 就是在路灯的周围 就有那层 就特别白的那层雾气一样的 也不是云 也不是雾 就那种小水滴 在那朦朦的这样盖着路灯 这边是一个小的 跳蚤市场 这边人们在这交易 卖这些日用品 Loftin左侧向道 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紧紧 现在自用车闸还挺好用 有一段时间 自用车闸不能用了 就不敢骑了 自用车不敢骑了 现在可以了 这边是两个亲业工 这哥们在跳舞 这哥们 美国这边有不少 这样的流浪汗和光光汗 冷冷清清 以前最繁华的街道 成了这个样子 美国现在因为新冠死亡的人数是22万吧 确诊是800多万好像是 现在这个数字挺可怕的 所以不管川普他自己说他干的多么好 仅仅就是因为新冠死亡这么多人这一项就证明他是有问题的 就证明他 因为他这个死的这些人 人数比美国以前历次战争 阵亡的人数都多吧 这个就很严重了 就这一点就 是川普应该很难解释的吧 这个小伙子逆行啊 看现在这个市场街冷清成这个样子了 冷清至此 22万人也很恐怖了 不过也有人说这里边有些人不是因为感染新冠去世的 但是即便是把里边的水分去掉 那么人数应该也挺多吧 有点恐怖 现在见到的都是美国新冠的幸存者 小摩托车 小摩托车 这边是一个小的下坡 秋高气爽 蛮有人 这个路边流浪汉在这睡觉呢 你看现在这个路上也见不到人 锻炼身体 以前这个街的两边经常见到人们跑步呀 对吧 年轻人白人跑步啊 现在都见不到了 这个车挺危险的 这个车开的 还是突然起步啊 这个车 哇这么多格子 这边还稍微热闹一点这边 这边还稍微热闹一点这边 前两天晚上 亲眼目睹一起 两个小伙子打架事件啊 就是晚上 其中一个小伙子跟一些年轻人在那儿涂鸦呢 另外一个小伙子从那路过 然后就问 What are you doing 你们在干什么 然后正在涂鸦那个小伙子 就有点恼羞成怒 他就把手里的一辣罐撇过去了 就是震慑对方一下想 结果对方 也火了 走过来了 两个人在路中间见面了 然后 喊那个 你们在做什么那个小伙子 就一拳就把他打在脑袋上 把他打晕了 当时正好有警察从那儿过 然后警察就把他都追 警察就马上追 然后把他抓走了 那个人还跑呢 把人打完之后还跑呢 结果警察骑着摩托车 给他追到了 束手就擒 所以很多人说美国人素质高 也能这么说吗 我觉得也挺野啊 他们晚上他们年轻人在路上走的时候 把那个玻璃瓶 故意的扔到路上摔碎 那个就很危险了 这样的 故意摔碎 过 这个是联邦快递的车 他们这个是可以随时停的 这是盲区有可能随时出来人 所以要特别加小先 这块 不过现在这条街已经空荡荡了 不像以前人那么多的时候要特别加钱 现在基本上问题不大 没有几个人 这间山市区很小啊 就一小块 前面是消防车 看整条街都是空的 对吧 现在是下午四点多吧 空空荡荡 按说骑自行车应该带头盔 现在好多人都不带头盔了 人少了 街上的人和车都少了 所以感觉不出有多危险的样子了 这个是切尼路 从这边一路走过去就到花园角了 到那个唐人街了 Go Go 这边是一个公交车站点 很多人在那等车 这边华人面孔就很多了 这边华人面孔就很多了 这条街是单行线啊 对单行线 只能往西走 我这个方向是西 在疫情之前 这条街 两边好多人办公 然后这个车流也特别多 这个路面基本上都全覆盖 但是现在就不行 现在就 路面大片的都空着 这个路面都是空的 好多公司 应该都停业了 从年初到年末 你看有的这个木头板子还没拆呢 还在那盖着呢 它这个自行车锁在这了 但是这样很容易车轮丢掉 美国这边偷自行车是 有的时候就偷车轮 偷车座什么的 从边儿走吧 边儿这块 还是比较平的 这块 因为这个路面太不平了 这边也停了 这边以前是卖饼干的 卖那种快餐食品那种类似于小甜点之类的 因为这边有不少公司 这边都是写字楼吧 有不少公司 但是现在都已经 好多应该是人气镂空了吧 这边的房子还比较多 还是比较密 好多都歇业了 空空荡荡啊 对吧 空空荡荡 没有人 按说 这个时候应该是人比较多的 下午比如说 四点钟左右 四五点钟对吧 但是现在你看哪有人呢 前面就是唐人街了 这条路跑的比较熟 有意无意的就走这条路 到这边转一转 好了再见了 拜拜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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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上坡 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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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